民眾投往抱怨 青州小菜變好貴 這樣多少錢合理 一碗地瓜稀飯 脆皮燒肉 梅干扣肉 兩樣青菜 一塊豆腐乳 最後結帳取了140元 不少人紛紛留言 盤子真的好貴 140有點貴 但是如果說在100上下的話 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因為你看它豆腐乳一塊 現在一塊通常都會落在 10塊至15塊左右 那肉的話 這個燒肉的話 通常都會在40 30啊 平時我又大 它們有比較貴一點 這麼便宜 放稿的 讓它去 如果落平坦那麼燙 記者實際前往青州小菜店夾夾看 脆皮燒肉 梅干扣肉 換滷肉 兩樣青菜 豆腐乳 130 這樣130喔 對 35 30是75 然後這個10塊 20塊 20塊 加一碗白飯 那最近真的變貴了 一樣 沒有變 同樣菜色總金額130元 僅相差10塊錢 酒房比較貴啊 一包45塊還沒 比較小包 好像長城肉之前 10年前我們用一斤75 現在只要140 150 這種的縮縮 縮縮比較麻煩 成本貴啊 業者表示酒房成本較高 在自助餐店 青州小菜店 菜色中屬於比較少見的 民眾夾菜時也可以事先詢問價錢 避免糾紛 相信我們張男人 謝雲珍 台中 採訪